工作這麼忙, 又想為家人煮一頓 今集Kennis幫到你 香蔥雞球和蝦醬蒸腩肉 只要你給12分鐘就可以完成 令你一家人都吃得開開心心 現在城市人很忙 當天我乘地鐵, 看見中學生說電話 我最近很忙, 你不要打給我 中學生都忙得這樣, 何況是其他人呢 但忙完忙, 應該花點時間煮好菜和家人一起分享 Kennis, 不如今天用12分鐘時間教大家做好菜吧 第一個是香蔥雞球, 另一個是蝦醬蒸腩肉 有甚麼材料呢? 首先, 香蔥雞球有雞肉 有三種不同的蔥, 就是京蔥, 洋蔥和乾蔥 調味方面有蠔油和紹酒 另外一個蝦醬蒸腩肉當然有豬腩肉 豆腐泡 調味方面有蝦醬和酒 好, 非常多調味料材料 好, 事不宜遲, 立即開始吧 好, 12分鐘計時 這樣我們會先醃好腩肉 是 其實我們買了豬腩肉回來 其實你想切片, 可能軟弱就難切 你就可以放在冰箱上, 冰箱上冰箱 就可以切片, 即是切薄一點 即是整磚拿進去 對, 冰箱就切, 會容易切一點 接著有些薑絲, 放進去 嗯 接著我們就有蝦醬 是 接著有個酒 嗯 加一加有些液體狀的東西 蝦醬就容易拌開一點 嗯 這裡就拌勻 是 你可以幫我加生抽下來 是, 這裡 是 這裡又繼續拌勻 嗯 接著我們就加一個糖 是 很多時候煮中菜葉菜都會放酒 是呀 但其實最主要是有那種 例如, 像是想有香味 是 還是會想… 例如我有時候炒一些 爆香一些隔夜的燒味 就會放酒 放醬油 讓它香味多一點 有些是用來弄腥味的 例如有時候蒸魚韻 都會加一些米酒 或者紹興酒 這兩種酒都會常用 那就是我先加一些水 是 好了, 接著你可以給我一個碟 那不如你幫我鋪一些豆腐泡 是 這個就放在表面 讓味道會吸進去 是 好了 OK 現在我們放進去 是 鋪平它 是 看看你喜歡吃豆腐泡還是豆腐 豆腐也可以 可以煮豆腐也可以 這個 那是買了硬豆腐一點 還是… 我自己喜歡硬豆腐的 軟豆腐就沒那麼好 因為其實豬腩都放進去 其實它已經… 雜爛… 雜爛了 對 好, 那我們就可以蒸了 好 蒸大約有多久呢 這個大約是蒸10分鐘至11分鐘左右 等大火蒸 好 好 好了, 接著另外一個 我們就是香蔥雞頭 首先, 我們的雞頭 就可以醃一醃它 是 我們有些生抽 是 糖 然後就是粟粉 嗯 醬酒 在這裡先拌勻 嗯 其實有時候用醬酒 有時候用米酒 有時候用花雕 有很多款的嘛 是 我想除了花雕 會比較… 味道比較特別 比較出一點之外 是 其他我們應該用哪一種會更好 其實多數是用米酒已經完成了 不用說特地… 看你… 譬如我醃肉 用米酒和紹興酒都可以 多數蘸在鑊的都是紹興酒 就會比較香味 因為它會比較濃稠的 因為它會比較濃稠的 多數炒肉就一定是紹興酒 那你海鮮就多數是米酒 如果你把鑊放進鑊裡的話 我覺得醃就沒什麼所謂了 這個我們就醃一醃它 首先我們燒熱了鑊 我們要把所有的蔥都要爆炒 然後我們又要拿一隻碗 就要拿上來的 對, 也有一點水 這個蔥我們先爆香了 是 爆香了就再拿大碗放進去 對, 先蒸起它 那些蔥可能… 它要養散好 這些呢, 我們就炒一炒它 為甚麼這次會用這三種蔥 想用香口的 這個 還有我自己本身都很… 這三種蔥我也很喜歡吃 好, 那這裡我們就爆香了 這些我們就可以先拿起了 你可以給我一碗, 我倒起了 這個好嗎? 然後我又要開火鍋了 你可以加點油給我 是 可以全部放進去都可以 好, 接著我們就加個雞肉 是 這裡呢, 攪拌一下 是 時間呢, 我們用大約五分鐘左右 是 我們做這個菜 可否用有骨的雞的部分呢? 其實不錯的 這個呢, 雞有骨和沒有骨都可以的 那些人喜歡的, 其實可以放有雞肉 如果你有骨的那些 你可以嘗試轉用一個做煲仔菜的方法 你會有時會看到有些煲仔菜 都會有一個… 京蔥爆雞頭煲的 就是這一個都會用這個 類似是這樣嗎? 對, 它就不會用有骨的 它會用有骨的 那我就自己就不太喜歡有骨的 那我就用雞肉就方便一點 就是這個熟不單是煮的 煮的那是懶人, 要快一點 吃的那是懶人 是嗎? 很棒了 是的 好的 好 這個呢, 我們先用它煮到肉成熟 才能下調味道, 是嗎? 是的 就會再加上蔥要繞一起 是 我看你也要保持冷薯 就是不能煎一下 是的 因為當我們有些調味會容易燒焦, 很怕黏鑊了 是的 而且平時就這樣做會更顏色深一點 好, 現在加入蔥 是 我自己不會太喜歡吃這麼大的蔥段 有些很小的也不錯 一般有些人就像你一樣 很喜歡吃蔥 是 大大盤、大大件的蔥就放進去 現在我會灑點兆酒 是 再拌一拌 如果你想吃洋蔥或蔥要軟一點 其實這樣攪拌時間很長, 其實很累 你可以嘗試用鑊蓋, 焗一焗 看你自己喜歡有鑊氣, 要練習手 手勢可以長期炒 如果鹽不冷, 用鑊鑊蓋來蓋 現在炒了差不多, 蓋一蓋, 蓋兩分鐘 讓蔥會軟一點, 會比較好 那會否焗多了水 會多一點水 然後還沒調味 你可以保持大火扯乾 也不錯 因為有時候我吃這些菜 我都會覺得乾身會好一點 反而我覺得有汁的東西 是應該多汁的 是 如果這些一半一半, 我就覺得很尷尬 那現在呢, 我就加了一些蠔油 是, 那我幫你保持炒著 好 我其實現在… 你還沒回應炒的 是, 炒好了, 炒均勻 是 其實現在還是保持著, 我們會加點甜味 是 然後, 生抽 是 是 哇, 放一點水 嗯 少許鹽 如果想洋蔥再軟一點, 除了剛才說蓋蓋的 還有沒有什麼? 沒有 沒有, 是蓋蓋的, 要是就蓋蓋了 即是蓋得軟了 是 那我加了一些床 好, 我加給你了 好 時間大約是九分鐘左右 好 你可以把碟放好 就準備上碟了 是 這個絕對是一個非常優勝飯的菜式 好 如果像你剛才所說的, 我們做在小鍋裡 是 炒至爆香, 然後放在小鍋裡 讓它一直煮著 對 對, 那些調味料就不像我剛才那樣 一邊加, 一邊炒 你拌均勻 然後一次過就放在小鍋裡一起煮 水可以加多一點也沒問題 因為鍋裡的全熱會更快 即是更厲害 會更快 OK 好 那那個要煮多久呢 那個全程大約八分鐘左右都可以了 好像差不多 我們這些懶人都可以做得到 對, 如果有朋友有幾個小鍋裡 就好像很厲害 好 對 好, 我們就剩下這個豬腩肉 是… 我們要不要有結果看看它 要 情況呢? 好 這個可以… 是 是 是否因為蝦醬 好像顏色也是… 對, 像還沒熟 但其實是熟了的, 因為是蝦醬 那怎樣可以測試到呢? 其實還要看肥肉 其實如果看肥肉很生 你會感覺到 顏色和它沒那麼透身 即是熟了會比較透身 如果你還沒熟, 會很白 好, 但現在這個當然熟了 對 十五分鐘時間就煮了兩個 非常好菜式的菜式 今晚大家又有好菜式了 對, 牽涼 我們會看了 很新鮮 會不會進去 今天起碼 就好 哦 求你